来关心各大报的头条焦点 今天三大报的头条 依旧是锁定周六登场的马锡会 了解完报纸头条 接着再来看到 美孚企业集团的内湖总部 昨天惊传枪响 两人中弹 一人引弹坠楼 三人都送医宣告不治 警方调查发现 是美孚企业兄弟系强 老四开枪射杀了老二老三之后 引弹自杀坠楼 救护人员从大楼里 推出中枪的伤患 赶紧将人送往医院急救 就在五号上午 位于台北内湖的美孚企业集团 传出枪响 身受重伤的 则是皇家的三个兄弟 但在抢救后 全都宣告不治 那道院前都已经没有生命真相 也就是说道院前 就是已经心脏停止 还原案发现场 当时美孚企业有六个兄弟 一同召开例行会议 却发生争执 疑似患有躁愈症的老四 黄明德突然拿出枪 抄二哥黄明皇 以及三哥黄明人 开枪射击 排行老五的黄明堂 眼见壮酷不妙 赶紧报警 这时黄明德已经跑到阳台 看到警方到场 不听任何劝阻直接引弹自禁 坠楼身亡 属于美丽华集团 关系企业的美孚集团 是由皇室家族经营 不只做顶级牛肉的供应商 也跨足观光 经营饭店 资产超过百亿 究竟家族开会是谈论到什么 为什么会一言不合同强 兄弟里面的事情 这个跟公司一点关系都没有 刚时在吵些什么呢 这个兄弟兄弟的事情 他们两个在吵的时候 我也没有没有听到 亲眼目睹手足残杀的一幕 美孚的老五黄明堂 心情还无法平复 只强调这是家务事 在会议中事前离开的其他兄弟 也不愿多谈 豪门企业发生兄弟戏墙 断送三条人命 背后冲突的原因和犯案动机 是否与真家产有关 还有待警方尽力不厘清 记者蔡惠霖 陈伯玉 谢其文 台北报道 谢谢